苏伊士运河终于可以重新通行 但是潜在的损失是否已经超过百亿美元 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新快军的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3月30号 星期二 我是Mike 在今天的话题中 我们来聊一聊过去一周最大的一个瓜 也就是我们知道的 苏伊士运河被堵了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众所周知在上星期二一艘巨型的集装箱货轮 由于当时的天气加上人会的操作失误 使它很卡在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 这一卡到现在就是一周 导致了前后超过有400艘的集装箱货轮 没有办法通行 这也使得在欧亚大陆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贸易 通过邮轮的贸易被中断 那么根据不同的媒体说到 每一天的损失是高达了几十亿的美元 这个数字非常大 让我也非常吃惊 一开始我觉得 这邮轮卡住了 那也就是一个通行费收不到这个钱 也就是咱们说的收不到过路费而已 怎么就每天有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呢 后来咱细心一想 原来它这个损失 不仅仅是说的是苏伊士运河管理方 收不到过路费的损失 更多的是考虑到 由于这400艘货轮中所附带的 比如说是生产原料 比如说是成品套件 甚至比如说是欧洲运到亚洲的汽车 亚洲运到欧洲的汽车 这些都没有办法按时交货 这有可能导致工厂没有办法正常生产 或者商店没有办法给客户即时的提供物品 它潜在的带来的一些连锁的损失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几十亿美元中更多的是来自于哪里呢 是来自于两方面 一由于这个行线被堵 使得什么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 国际原油价格在过去被堵住的那一周时间 整整是上涨了6% 那包括天然气 铜 甚至于像一些贵青薯 都因为这个行路被堵 而原材料价格上涨 那么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 又使得工厂的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所导致的一系列 这一方面是占了一个大胆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是来自于生产厂家自己的损失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生产原料成本上涨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比如说 咱们知道这400艘货轮中 如果有40艘是用来运车的 上面的1万多个集装箱 可能就是几万辆汽车 由于延误交易或者说延迟到货 使得汽车销量也许会下降1% 2% 这就会使得欧洲和亚洲的汽车生产商 他们的股价下跌超过1% 所以说这几十亿美金里面 真正我们说是轮船的损失 或者是航道管理费没有收到 那绝不可能是几十亿 更多的是来自于由于原料天然 天然原料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所导致的盈利下降 以及这些企业上市公司 他们股价下跌所导致的损失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的苏伊士运河被堵 其实我们想说的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就像之前反复说到 天灾人祸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 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 能不能从天灾人祸中 多花10秒钟 20秒钟来想一想 这个天灾人祸 会让哪一些行业 哪一些企业受益 那么哪一些行业 哪一些企业 会因此而深受打击 这两方面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其实都能够反映在金融产品上 就像我们知道 小徐老师经常说到 多问一个为什么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为何看为什么会这样 天为什么会变来 地为什么变方 那么同样 游船被堵 轮船被堵住 苏伊士运河 前后有四百艘船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影响呢 这就像做数学题一样 如果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多想10秒 多想20秒 这或许你现在正在做石油 做黄金 做外汇 做股票 也能帮助判断 未来这些行情的走势 再来说第二个话题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 2021年第一个季度 马上要过去了 过去这个季度 过得是非常的快 那么实际上 与过去像2020年 最后的三四个月不同 应该说2021年股市 又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 升级或者说活跃程度 我们知道按理说 金融市场 它有涨肯定就有跌 它不可能是一路上涨 所以说像2020年最后一两个季度 那样一路上涨的走势 那明显就是不正常 只有涨涨跌跌 有哭有泪 这样才算是一个正常的金融市场 所以在今年一季度 我们看到了这些市场的大涨和大跌 正是验证了现在金融市场 慢慢正在恢复到正常 所以那未来三个季度 也就是九个月时间 金融市场到底会涨还是跌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就是未来九个月 问一个大家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疫情 在未来九个月能完全控制住 相信90%的人都会认为 不可能完全控制住 只能在大体上往好的地方改变 好了 那么这个基调 那就是对于澳洲政府 美国政府 欧洲政府也好 全球的主要市场 监管方和执行方来说 他们目前的刺激政策 他们目前的帮助政策 他们对于经济的 目前还没完全恢复之前 大力的扶植政策 都不会马上改变 所以在这个大的基调之下 我们就知道 就相当于人生的病一样 到今年年底 大病是不可能完全好 只能说基本病情控制住 但是还得安时吃药 你如果不安时吃药 有可能会随时改变 所以就像是刚才举例的生病一样 在大病完全康复 你能够下床 又跑又跳之前 是必你还要安时吃药 只不过是药量减少而已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只要是在吃药 即便是药量减少的情况之下 那么市场的涨幅 依然会涨 只是会更慢 只是会更多的波动 但是它强劲的走势 依然是不会改变 这个呢 在我看来 就是未来九个月的 一个大方向 它有波动 有微调 但是不太可能会大跌 或者是暴跌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门话题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